老人白带多小心阴道炎! 多吃一人绿豆! 老年也会有阴道炎困扰。老年性阴道炎常见于停经后的老年妇女,发生率约为30%至50%。 会出现外阴臊痒、灼热或小腹坠痛等不适感觉。 尤其老年性阴道炎发生血性白带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其他疾病,积极用药治疗,避免延误其他疾病的诊治。 老年性阴道炎常见于停经后的老年妇女。 脉入老年的女性阴卵潮功能衰退,磁激素水平降低,阴道臂萎缩,阴道粘膜变薄,阴道内伏上升,局部抵抗力降低,致病菌容易入侵繁殖引起发炎。 老年性阴道炎症状 白带增多,血性白带。 老年性阴道炎症状 老年性阴道炎主要症状为白带增多,色黄,呈水状,严重时称浓性,有臭味,有时可有血性白带或半点滴出血。 外因有骚痒或灼热感,前噪疼痛,下腹部坠胀,波及尿道时,有贫尿,尿急,尿痛等。 在新书健康长寿饮食秘方中,由中国数位中医师,包括尚云青,陈飞松,李海涛等,分享老年性阴道炎的中医保养食疗方法。 建议有老年性阴道炎患者饮食移清淡,可食一人,绿豆,荞麦,燕麦,大豆及豆制品等。 。 甚至生冷,辛辣,温热,刺激的食物,如螃蟹,辣椒,羊肉等。 。 防老年性阴道炎,保持外因清洁,前噪。 。 此外,在平时保养方面,患者应保持外因清洁,前噪,可以用丝密处专用卫生清洁剂擦洗。 。 搔痒时切勿搔抓摩擦,热水烫洗,这样做虽然能暂时缓解外因搔痒,但会使外因皮肤受到损伤。 。 。 注意卫生,勤换内裤,内裤要宽松舒适,选用棉质内裤最佳。 。 注意外因清洁,内裤,毛巾用厚阴主肺消毒,用弱酸食材的女性护理液每天冲洗外因一次。 。 增加阴道酸度,抑制细菌生长繁殖。 。 。 引起老年性阴道炎的细菌多为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等,不像玉灵妻女性以霉菌性、低虫性阴道炎最多界。 。 。 因此,外因出现不适时,不要乱用治疗黴菌或低虫的药物,更不要把阴道炎当作外因湿疹而乱用激素药膏,那样会适得其反。 。 民间偏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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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頭放入砂锅内,加水烧肺,转小火继续煎煮25分钟,取药芝加白砂糖搅匀饮用,每日3次,每次150毫升,有沙虫易菌,清热消炎,既养消肿的作用。 马齿馅鸡菜汁 食材,鲜马齿馅,鲜鸡菜各200克 食物液 调味料,盐适量 做法 1. 把麻齿线,即菜洗净,在温开水中浸泡30分钟,取出后连根切碎,放入榨汁机中榨汁 2. 把榨后的麻齿线,即菜渣用温开水浸泡10分钟,重复搅榨取汁 3. 合并两次的汁,过滤,导入锅内,用小火煮沸,加盐调味即可 3. 银花莲窍干草茶 3. 食材,金银花,莲窍,干草各5克 4. 调味料,白砂糖适量 4. 做法 5. 将金银花,莲窍,干草洗净,主国加400毫升水,放入药材 5. 以大火煮开,转小火续煮20分钟 5. 加入白砂糖,吸火取汁即可饮用 6. 功效解读 7. 功效解读 7. 金银花 7. 联窍均具有轻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对因热毒运结引起的一道眼有较好的疗效 8. 功效解读 8. 本品可轻热解毒,造湿止痒,消炎止痛,对湿热下注引起的一道眼,外因骚痒等症均有很好的疗效 8. 银花莲窍干草茶 9. 银花莲窍干草茶 10. 食材,金银花,莲窍,干草各五克 10. 调味料,白砂糖适量 10. 调味料,白砂糖适量 10. 调味料,白砂糖适量 10. 将金银花,莲窍,干草洗净,主国加400毫升水,放入药材 10. 将金银花,莲窍,干草洗净,主国加400毫升水,放入药材 10. 以大火煮开,转小火续煮20分钟 10. 加入白砂糖,熄火取汁即可饮用 10. 功效解毒 10. 金银花,莲窍均具有 10. 轻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对因热毒欲解引起的一道眼有较好的疗效